我直播间一个人太冷清了是吧 没事 我但凡能在我这边停留的 都是经历过大风大浪有故事的人 内心都是比较喜欢那些纯净的东西 爱听一些纯净的音乐 伤感的音乐 所以说我一个人他们还习惯了 我这边要多几个人 反而还不太习惯了 尤其是我们家这些年长的朋友们 他先闹听 这数字大不都是喜欢安静的 直播间各有不同 一个直播间带领一部人 有的年轻人跑年轻的氛围里去了 老年人跑老年人 中年人跑中年人的 我这里呢是中老年那份朋友 哎呦什么 你就拿我唱歌来说 我一唱那些饶手rapper啥的 丁刚那种的 不行了 哎呦不行换手吧 哎呦脑瓜人嗡嗡 哎呦什么 完了你就看吧 就娃娃吊人啊 这些数字大的就受不了了 我要唱一些 我要唱一些渴望啊 这类的歌曲 就长颜 萌萌长颜 渴望啊 渴望啊 雨笛啊 完了这些老歌啊 得唱着 子定反正不能 不说长人 子定能保证不掉 是吧 迟不间咱都做过多少回实验了 我一唱那年轻化的歌 不行啊 抱听 抱听 还唱这些歌吗 因为我其实我的内心 我喜欢的曲风是很年轻的歌 歌曲 硬活拉的给我比上人生这条道路了 你说 自从多年以后 活起来以后 一下大家听众就给我乖到人生路线上了 人家我最早的风格 我先等会再唱百摊人生 我最早的风格 我给你找一个 就是 也是这个风格 就是我找个郑元老师 对吧 跟你们说个好消息 那个郑元老师 我俩现在也成哥们了 哎呦 他这个忙忙活活的 可算把我想起来了 老客气了 那人才好 反正我俩也加上联系方式了 可好了 我这个 这时候都是我年轻时候的偶像 这才是我的风格 我跟你说 后来自从多年以后 活了一下给我整人生累下来 傻傻的笑了很久 却依然想不出分开的理由 你走的时候又怎么代替了分手 是你太残怨还是我太认真 如果爱情可以瞬间忘记 我又何苦那么的爱你 冰冷的空气 你能看到我留在屏幕上的字 却看不到我抵在肩盘上的泪 眼泪的滋味 好像枯水 我会记忆着你的好一辈子 为你落下今后一天你不再哭泣 也许冒天还会笑着想起你 写下的日期都是回忆 只希望你可以在你的心里 留下我的身影 这才是我的风格 后来一点点的 这些麦克哥的也是找到我 给我投稿 都是整这些人生累的 完了久久是定性了给我 这些情歌我一个也落不着唱 他们也不给我分享 你说我呢 你说我写的东西吗 那情歌我还写不明白 你让我写生离死别的 我还能写出来 那些就是这种含苞待放的情歌 我就写不出来 然后我写的呢 也都是人生累的歌 才能写出来 你说这整的阴差阳错的 现在给我打到这个圈来了 但不过这圈也好 这个圈的话 这个圈能够 能够这个 这个歌曲能够长久一些吧 你的短信 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爱我 我知道你对我好 我感情是不能因为这些而勉强的 嗯 你唱这类的好听 但是没感觉 哎呦 你妈 谢谢你对我的爱 我记住你 这歌多好听啊 郑元那歌 欢子的歌 这我跟你说 反正我的最爱就是他俩的歌 再往 再往大的整 就是这个 刘德华 张学友的 吴百 张宇 这类的歌我都喜欢 可能是对 可能是这个 我太老实太本分的是 搞几次外遇 可能就能写出情歌 哎呦 你妈 就是没经历过 不知道情字咋写 欢子不是你自己 不是 我俩是两个人啊 我俩是两个人 那个 你看 欢子是我偶像 嗯啊 然后这个 我的名字里面还有个欢子 后来呢 我就起了名 给自己起名 就叫大欢 我一看这个 这个名没人用啊 我用吧 那几年你看 大壮啊 又是大折呀 又是大啥的 我看都挺火 我说 可我直接按个大字吧 然后就这么来的 这个一名嘛 个儿长得小点 我说那就别起 不能叫小欢啊 一点感咬都没有 叫大欢吧